抗疫事業果然是大生意 大家要小心不要讓騙徒利用你們的同情心 來騙錢招致損失 各位好 最近發現輪社輔導會 和自閉症家庭支援中心 分別都在自己的網頁發出澄清 說他們給一個叫做道理盒的網站 假借他們的名義 募捐85萬來購買快速檢測制 輪社輔導會就已經報了警 而Less Center也都說 從來就沒有跟這間道理盒接觸過 這個懷疑握人網站的負責人 作出了回應 聲稱只是溝通上的誤回 而這個網站 仍然有很多籌款購買檢測制的項目 涉及51萬元 但是所有的項目都沒有發起人 和受益的機構詳情 那些錢最後會下哪個袋 大家心裡有數 這個網站還聲稱 市民是可以透過每次的捐款 平台就會提供快速檢測制 給一些有需要的人士 目標金額 由3400元 去到85萬元 不等 多多益善 少少無區 氣肉來了 有記者向這個網站查詢 負責人謝山就跟記者說 這件事就是一個沒有溝通清楚下的誤回 因為他聽到有朋友跟他說 這兩個機構就需要檢測制 所以就幫他們做了一個無捐活動的網頁 但是那兩間慈善機構是沒有批准他 可以用別人的名字來發起無捐 現在他就已經刪除了相關的活動 至於為什麼每個眾籌的項目 都沒有交代錢去了哪裡呢 他就解釋 慈善機構就想保持低調 還說只要你喜歡 所以任何人都可以在我這個網站發起無捐 不知道他這裏所說的任何人 包括不包括他自己 但是他真的這樣跟記者說 觀眾朋友們聽到這個解釋 都知道他們什麼了 輪社輔導會就說 曾經主動聯絡過這個網站 但是找極都找不到他 最後無奈才報警處理 另外一間Less Center就說 這個網站事前就沒有跟我們溝通過 被我們揭發了 他用我們的名字來無捐之後 他才用電郵來回覆 說這個是溝通上的誤會 我試過上網 找不到這間 到這盒的香港註冊公司 負責人謝山就解釋 註冊公司的名字 就是NSN Group Limited 主要是幫客人做網上推廣業務 眾籌只不過是其中一個業務 昨天介紹 在IG上收拖地的食評人 都是做網上推廣的 大家就不要搞錯 說回這間NSN 只有一個股東兼董事 名字叫謝培 人家很威風 是幾間公司的董事 包括左手邊你們看到的照片 非凡印刷有限公司 雲浮港澳青年交流促進會有限公司等等 還是香港青年聯會的團體會員 這個是奶共團體 經常擁抱大幻去 至於他那間梁非凡印刷 原本就有三間公司 但是有兩間就已經接埋了 他公司的網站也都上不到 這個人相當有可疑 沒辦法 那些阿蛇又沒有拘捕人 我沒理由說人家一定是騙人的 一會被人告回頭 雖然看我的頻道 不會教你怎樣發達 但是我會教大家提防老千 所以麻煩大家幫忙訂閱和分享 這期市道不好 到處都是老千 我早知道拍這些片比較少人看 但是沒有人拍就我拍了 沒什麼所謂 麻煩觀眾踴躍留言 一有新消息再跟大家報導 多謝大家給面 是這樣 再見 再訊息 再次見 再訊息 再訊息